隐儿在千山木雪中扮演通雪的时候,用肿的身材被许多网友吐槽不已,自从那时候开始隐儿就立志减肥,成功瘦身的她重回炎之巅峰,之前所有的嘲笑也随之消失,被许多女性网友当作减肥立志女神,都说说的穿衣才好看。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,隐儿自从瘦下来,以后疯狂的炫瘦了。 今日,辣妈隐儿现身北京机场,身穿白色T恤搭配浅蓝色牛仔短裤,一身打扮青春亮丽,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孩子的妈妈,很多网友都表示,还是瘦了好看点。 隐儿尴尬了,为写兽穿这么累的裤子,网友,父亲伯你不管我啊,上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,T恤想必谁都会有一件,T恤虽然看似简单,但是同样很受欢迎,在夏季T恤这就是杰鼠神器,清凉又舒适,隐儿穿搭着这件白T恤,就让她看起来很简明,把她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白细,宽松的版型就很显瘦。 手起的衣摆就勾勒出了她嘔吐幼稚的身材,看起来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女。 下身搭配一件浅蓝色的牛仔裤,浅蓝色和白色都是浅色调,搭配起来就给人一种很干净清爽的感觉。 隐儿这件牛仔短裤,看起来就很简简有形,毛边的设计经典又时尚,紧身的版型就显得隐儿的双腿纤细无比,简直就是典型的快色腿。 紧身的版型虽然好,但看隐儿这件裤子显得有些用力或猛的味道,都勒出了干把三角吃。 网友纷纷留言,父亲伯你不管管。 脚下踩着一双白色的老爹鞋,最近老爹鞋也是很受广大民众的热爱。 隐儿这双白色的老爹鞋就很符合着深浅色系的搭配。 宽大的鞋身把隐儿的双腿穿托得更加纤细,肩背一个灵格纹脸条包包,加上一顶白色的和粉色镜面的脸条包,看起来少女心十足。 隐儿的颜值在娱乐圈算排得上耗的了,虽然算不上顶尖的美女,但是她很有自己的特点。 圆圆的脸大,娇小的身材加上简铃的穿呆,看起来就像十几岁的少女。 你觉得的这身打巴怎么样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